明书记二十六章六十五节 因为耶和华论道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 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在较早的西乃沙漠人口普查中 统计的以色列人不包括立位人中 现在只有两个人活着 加勒和约书亚 所有其他人都因叛逆的精神而死在沙漠中